济南火了 你一去一村都晚 我就到了真济南 成了好多人到济南游玩后 发圈文案的起手势 超然楼 大明湖 暴徒拳 千福山 取水亭 倒数人山人海 雾洋洋 正所谓四面荷花三面堵 啊 不是 是四面荷花三面流 一成山色半成五 两文件说 打心眼里替济南高兴 济南终于开圈了 上道了 开始网红城市打造了 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beautiful了 你这个运压的呀 来济南十几年啊 我们也算半个济南人了 以前我们第一次过济南 也批评过济南 那怎么能叫批评呢 那叫爱之深 择之亲 对 我们一直希望济南火 济南不火 你千里不容 我们一直觉得 作为名字里带个男字的济南 是最向南方的北方城市 小桥流水 羊柳一一 细语小象 粉墙带瓦 把那些形容江南的词 用到济南身上 一点也不出乎 靠海的城市有的是 可济南的权 天下都有 以前啊 提起网红城市 大家最先想到的是 成都 杭州 和西安 这前不久 济南以城之名 喊出了 让济南成为 让人流连忘返的 网红级城市 虽然名记上 比不过老牌的网红城市 可济南起码 不在保守 态度已经支愣起来了 得年轻人者 得未来嘛 济南是有当 网红城市的潜力的 两个家说 一直觉得 山东十六城市 选一个给山东代言 非济南莫属 济南是最具有 山东特色的山东城市 济南要历史有历史 要文化有文化 要颜值有颜值 作为千年古城 赵问府 杜甫 李清照 星期级 都流连过济南的山水 海右磁亭谷 济南名师多 是师胜杜甫 到济南后的感慨 不如偶花深处 惊奇一滩欧鹿 是老济南人 李清照 有济南的亲身经历 济南不光有 泉水 荷花 大明虎 我一直觉得 济南身上 有两个山东人 最大的标签 一个是柔情 一个是豪迈 济南的美 有小家碧玉的委婉 把你的眼赌上 扔到济南 估计得有好多人 会特把济南当江南 水草 小桥 青石板 沐棚团 所以才有了千古丁 才与李清照的细腻婉约 至于济南的豪迈 你带来人就更多了 勤勤 星期级 提笔腐师 上马杀敌 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交友四孟长 孝母赛专珠 这济南当网红城市 宣传这一块 你光李清照 和星期级的名气 就够用了 个人建议 可以把济南 往池都这一块打造 把济南二安的池 写遍济南的大街小巷 拼的就是内涵 拼的就是文化 把济南的文化底润 文化内涵 文化气息 全部展现出来 让游客玩在济南 乐在济南 最最主要的一点 济南的交通一定要跟上 千万别让外地游客 来了就堵车 你说了那么多 最后这条才是关键 嗯